10月9日,校长谭永林以及歌手林峰、张静轩、邓紫棋、李信尼、魏蓝以及其他歌手在港台1号录音室出席2016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奖项发布会 大会首次将科技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同步的崭新方式在7个不同的地区公布以及颁发奖项 乐坛前辈谭永林担任此次大会揭晓得奖名单的嘉宾 他表示看到后辈歌手为香港乐坛积极出力感到很欣慰 至于谁更有潜力他回应说 今天能够来到这里都是曾经或者是现在还在为乐坛我们香港的乐坛出一份力 所以我觉得每一位都有潜力 大会设立的各类奖项均落花有主,众望所归 张静轩今天先拔头筹拿到了三个奖项 分别是这家男歌手奖,五大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以及年度二十代金曲奖 他开心之余还跟记者说 真的有一段时间没有在我们华语榜上获得成绩了 那经过今天呢也给了我一个警惕 就是必须要尽快做这个国语歌 林峰今次获得香港地区结束歌手奖 早前有报道指出 他将离开英皇娱乐回朝TVB一事 林峰就此事做出了回应 我刚才说的就是很感谢公司 给我这一两年真的专注在音乐上面 那如果你需要专注在一方面上面 另一方面的时间投放的精力肯定会减少很多 那因为我也不想太 就是两边没办法完全顾及 那所以我现在前半年就做好音乐 那接下来后半年其实都会专注在影视上 今次大会最大赢家 当属邓子极乐 今天摘得了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 五大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 年度二十大金曲奖 以及传媒推荐大奖四个奖项 他在受访时还开怀地跟媒体聊起 又报道他跟小鲜肉一起的传闻知识 我那个朋友应该会超开心你叫他小鲜肉 因为其实他年纪也已经不是小鲜肉的年纪了吧 对可是我们因为已经认识太久了 十年的朋友了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太介意 就是被拍到什么 大家都是只是觉得很好笑 然后就郑重的要告诉各位 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对